后来看到花莲有一个惯切 那么光天化日之下 他跑到庙里去偷钱 他以为说神不知鬼不觉 没有想到庙里是装了八支的监视器 而且庙就在派出所的后方 窃贼毫不避讳在神明面前偷钱 监视器画面全都录 影像一贴上网 民众指认这个窃贼心虚自行偷案 只见到男子心机鬼祟 靠近功德乡 趁着四下无人 把钓鱼线丢进了箱子里 留了钱就拉起来 往随身腰包里头放 等了五分钟时间 窃贼得手九百块钱后离去 原本以为是无人注意 没想到窃贼的嚣张行径 早被信徒发现 告知庙方人员报警处理 而偷窃过程 更是全被监视器给录了下来 不只报警而已 由监视器清楚拍下窃贼脸孔 庙方也将影像po网提供民众指认 上网咖的时候就有朋友告诉他 像是有警方在找他 然后结果也在我们华联同乡会的一个网站 上网去看 好像确实是有人在找他 感觉上自己已经行迹拜论 知道自己被警方锁定 窃贼主动向警方投案 寺庙就在派出所后面 并且庙内外还设有八支监视器 当然窃贼照旧还是上门偷钱 最后罚往南逃 被一切盗罪送办 只能说是人在做 天在看 坏事千万不能做 记者和本窍 欢联报道 没有问题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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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